各位同學,T1的面積是多少? 1 1,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那麼聰明? 欸,請問你喔 這個是1喔,這是一個什麼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嗎? 對,這個45度,那這個幾度? 45度,所以這個叫做什麼三角形? 等腰、直角、三角形 他跟你講這個是1,那就是在告訴你這段是多少? 1 1,來標上去,這一段長度是1 這長度是1喔 所以這個正方形,它的一個邊的長度是1 請問你,它的面積是多少? 1 1的平方 對不對? 就這樣子 我沒有用什麼特別想法 就這樣 那我們再看第二個正方形的面積囉 來 我可不可以問你啊 第二個正方形,它的每一邊的長度是多少? 2 2,你怎麼知道是2? 有些人看不出來喔 哪裡? 哪裡? 那個也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我覺得你可以這樣看喔 來,請問你喔 這個是1嘛 那這一段是多少? 1 這一段也是1 那請問你 這一個三角形 這一個 這一個也是什麼三角形? 等腰、直角、三角形 那這段是2 是不是代表這一段就是多少? 2 就是2 對不對? 所以這個正方形它每邊長度是2 它的面積叫做什麼? 2的平方 就這樣子 你不用放棄它 你只要慢慢來 慢慢來、慢慢想就好 把題目看懂 然後你說老師 啊後面還有呢 對,還有 但是它也沒有回律 來,我問你喔 在下一個正方形 你先告訴我它的邊長就好 4 邊長多少? 4,啊你怎麼知道是4 因為這個是2嘛 這一個是2 那這個是2 這裡是2、這裡是2、這裡是4 這裡也是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 你有沒有看到嗎? 哆啦A夢那個相似的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放大縮小燈 對不對? 你只要看出它那個比例的關係就好 所以這個是4嘛 來,這一個是4 好 邊長是4 那請問你它的面積是多少? 4的什麼? 平方 來啦 我告訴你啦 你從前三個已經看出來了 後面的每一個正方形 都是它前面一個邊長的幾倍? 都是2倍 所以你告訴我 T4這個正方形 它的邊長應該是多少? 8 所以它的面積叫8的什麼? 平方 然後在下一個 這個是多少? 講話啊 16的什麼? 平方 那最後這一個是誰? 32的平方 我告訴你 也不用帶公式了 直接加起來就好 才幾個數字 6個數字而已 你在帶什麼公式啊? 你是瘋了嗎? 對不對? 來 有沒有哪裡不清楚的 我幫你把它算出來 這是1 2的平方是誰? 4 4的平方 16 8的平方 64 16的平方 欸講話 來 16的平方多少? 256 你看喔 我都沒有用神奇的方法 對不對? 我們就基本觀念 32的平方 行不行? 900多啊 900多少? 32乘32啊 欸 那我算給你看 這是4啊 6 然後 欸不對喔 6 9 這已經 這不是900多 這是1024啊 1024 這2的十四方 OK 欸 這最後加起來的答案是多少? 哎呀 我加給你看喔 1024加256 反正 我們有的是耐心嘛 對不對? 來 這裡是0 這裡是多少? 8 這裡是1280 然後 然後再加多少? 64加16 這裡我們可以先加 這裡是80 所以這裡再加85 喔 所以這加起來是多少? 這是5 1365 對喔 答案是不是1365 沒有錯喔 就這麼簡單 這樣聽懂嗎? 這樣會嗎? 這樣可以喔 好 那我現在問一個問題喔 可不可以用公式 今天這個題目喔 他如果跟你說 欸我不是要加到第六個 我是要加到第十個 你覺得土法連鋼好不好 就可能有一點不太好 因為如果他的數量一多 你要慢慢加就有點困難 可是我們告訴同學 這個東西他可以帶公式喔 來他的公式要怎麼寫? 你告訴我 很簡單啊 你告訴我 他的面積形成一個什麼極數 這叫什麼? 等比啊 欸公比是多少? 4啊 你有沒有看到 1乘以4是不是4 4乘以4是不是16 16乘以4是不是64 64乘以4是不是256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帶公式 來告訴我 1減掉什麼? 1減掉公比就是4 分之首相1 再乘上1減公比4的幾次方? 123456 6個數字 所以就6次方 這樣聽懂嗎? 你就這樣慢慢算 算出來的結果 一樣是多少? 1356 1365 這樣可不可以? 知道我在講什麼? 這樣可以齁 1365 一樣的答案喔 欸行不行? 行嗎行嗎行嗎 知道要講什麼 這樣可以齁 確定齁 這個要會齁 這個其實蠻基本的齁 我們再看一題 我們這堂課就差不多囉 來 這個幫我拍這邊 我幫你把這一題 這一題如果你會做 我覺得你也蠻厲害的齁 來看下面的隨常練習 喔這一題 欸我覺得我們全班一起來做好不好 這你們會做這個題目 他說這裡有一個正方形對不對 來我看一下齁 我看一下齁 我看一下這個圖 他說有一個正方形 邊長是多少 邊長是2 然後這個正方形裡面齁 有五個相似的黑色三角形畫起來 他可以講有五個喔 你有看到嗎 五個相似的黑色三角形如右途所示 請問他五個相似的黑色三角形的面積的總和 來啦我算給你看啦 來來來來來來來 看我這邊 第一個三角形在哪裡 這裡 他把它切一半對不對 這第一個三角形 這一個 好 同學那第二個三角形 在哪裡 第二個三角形其實他是這樣子齁 你應該知道我的意思 他是這樣子 他是把大的三角形 這個大的正方形把它怎麼樣 就這樣子齁 然後第二個三角形是怎麼樣 就是這樣子下來 就這一塊 你知道我意思嗎 然後這個 這樣嘛 對不對 然後再怎麼樣 這裡再切 然後這裡再這樣 我就畫三塊了齁 然後 就零零點 他就這樣子 對不對 這樣切下去嘛 這其實好簡單喔 來 同學 他說要算幾個啊 要算五個是不是 那我們就寫一下囉 假設最外面那一個叫T1 接下來叫T2 沒差 才五個嘛 我們主法練剛 再加T3 再加T4 最後一個叫T5 OK 來 把身體算完齁 請問你 最外面這一個三角形的面積是多少 哇 他是算五個三角形的面積總和嗎 對啊 來 最外面這一個啊 這個叫T1 你知道嗎 這個叫T1 啊 這個叫T2 啊過來 這個叫什麼 這個T3 啊總共有五個嘛 對不對 啊後面那兩個我不想畫了 有點太小 來 問你最外面這一個三角形的面積多少 怎麼算 上面積的面積怎麼算 底層高除二嘛 這個當底這個當高可以嘛 這個直角 所以他這個就是2分之1叫什麼 2分之1的什麼的平方 2的平方啊 底層高除二啊 這樣寫可以嗎 底層高除二嘛 對不對 算出來囉 那我問你喔 T2啊 T2來 你告訴我這個是2 那這個T2這個三角形 它的每邊長變成多少 這個啦 就是你是這個 不能講每邊長 這個是2 那這個長度是多少 1嘛 是不是1 所以這個時候你發現它的面積是2分之1 乘上什麼 1等平方 欸這樣可不可以啊 對不對 然後你再把它縮小嘛 你再告訴我 在下一個這個三角形 這個長度是多少 這看不出來 這長度多少 是不是要變一半 是多少 2分之1啊 所以這個東西下一個就是2分之1 再乘上什麼 再乘上2分之1的什麼 平方啊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繼續寫啊 同學 你到這裡你已經發現一件事情了喔 發現什麼事情呢 你沒往下一個 你的那個邊長 是不是就變成原來的多少 你就縮小嘛 就是你把它縮小 是不是就變成 原來的多少 一半啊 對不對 等比例縮小嘛 接下來就是2分之1 乘上什麼東西 你說 哇 這不會啊 再下一個是誰 4分之1的什麼 平方 加上最後一個是2分之1 乘上什麼東西 8分之1的什麼 平方 這樣不就好了 我應該沒解剖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欸 剛才我在瞎傻 可以嗎 來 那如果可以的話 我覺得這個你也可以不用帶公式啦 就直接算就好了嘛 對不對 算一次給你看囉 來 我們都有2分之1可以把它往外提 好 我可以這樣稍微算一下 欸 這裡2的平方是多少 4 1的平方 1 加上2分之1的平方多少 4分之1 再加上 4分之1的平方多少 欸 講話 16分之1 對不對 再加上 8分之1的平方多少 64分之1 對啊 我考試就這樣算啊 有什麼了不起 對不對 就麻麻那折得好啊 然後他這裡是1分之1 來 我算一下喔 來 請問同學 我們來通分 這裡是64分之多少 我每次都覺得自己還像在教小學生一樣 來 這個如果我分5都是64喔 這裡是64分之多少 嗯 嗯 200多少 244 欸 對吧 我看一下喔 6424 欸欸欸欸欸 不對喔 200多少 64乘一次 254 然後這裡的話 這裡是多少 加上多少 64 然後這裡加上多少 16 這裡加上4 這裡加1 唉唷 對不對 對不對 我這樣想你改回什麼 我們丟一把 我同分而已喔 怎麼樣 那我來一寫錯 你寫24 哪裡 啊64乘以4 它尾不是6 喔 25 256 對不起 所以這個算出來到底是多少呢 欸 欸 我看一下喔 欸 2乘以64 這是多少 128 然後上面加起來喔 雖然說這個加也在 來 256 加上多少 64 320 320 加上多少 21喔 是嗎 所以算出來是300多檔 41 算錯啦 答案真的是這樣嗎 128分之31 我看一下 欸 真的欸 它答案就128分之331 欸 這樣會不會啊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我都 你看喔 我有帶公司嗎 它可以帶公司 它其實這是個等比幾數嘛 你可以帶公司 但是其實有真的必要帶公司嗎 也沒有 它也不過才5個三角形嘛 如果說50個 那你就帶公司啊 對不對 啊5個而已 那 全部都 要怎麼說 全部都打開 對不對 你全部把它打開 小心一點 加一加算一算 其實很OK的 這樣懂不懂 就這樣而已 啊 它最懶的地方在哪裡 最懶的地方就是 你要看出來這個三角形有沒有 跟這個正方形 它們在變化的過程裡面 那個編長是跟原來那個倍數的關係有沒有 就是說它們是怎麼變化 你要去仔細的研究一下 這樣可以嗎 可不可以 這堂課我們大概就先談到這裡喔 這個簡單的問題 好 謝謝各位同學 Thank you 大家辛苦了 謝謝謝謝 這有點難耶 是 是